大家好,我现在安徽蹦步 我身后是七岩寺 这个里面建设规模非常之大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大话筒的建筑 那天我从高铁栏站打车的时候就看到了 今天终于来了 这个位置我们先看一下全景 然后我们再进去 七岩寺始建于汉代 后来毁于战火 在明朝初年的时候 朱元璋把这里重新整修了 那个后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大话筒的建筑 现在好多城市都有这个建筑 特别有意思 走,我们进去慢慢欣赏 现在走到这个桥上来了 继续往前走 看一下这个大门口 这个整体的造型 还有这个颜色 寺庙的颜色 屋顶 还有这个墙壁 看起来非常的好看 已经进来了 看一下上面的这个雕花 特别的精美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左右两边是钟楼 中间是天王殿 这边是古楼 所有的寺庙 都是这样的建筑风格 现在是大中午十二点 太阳暴晒 看一下后面那个大足球 那个大话筒 这个建筑很有意思吧 近距离看一下 这边是天王殿 里面不拍啊 我们就看一下外面 走这个里面穿过去 走到这后面又是一个更大的 叫什么广场 也有游客 就是现在是大中午的 特别的晒 这个正中间看到的就是大雄宝殿了 那个大话筒 离它越来越近了 我们继续往后面走啊 再往后面走 应该就是锥子山 看一下左右两边的这个灯 这种设计的话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非常的有创意 走 开始要迎接太阳了 暴晒啊 回头看一下我走过的地方 不同的角度看 这里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金光闪闪的琉璃瓦 让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后面 那就是最高的建筑了 但是这后面好像一直都要爬楼梯啊 它从进来以后就是 一直都是要爬楼梯的 每经过一个大的垫 就需要爬差不多一层楼的楼梯 走 我们继续往上再攀登一节 看一下墙面的月季花 这前几天雨水充沛的时候 开的肯定是特别的好 这个花散发出来的味道 真的特别的清香 这应该是一棵古老的银杏树 看一下这个角度的房子 应该是刚刚装修好的 非常的新 还有一节台阶 我们爬上去就不再爬了 吃不消啊 终于爬到了最高处 这也是我能走到离这个大花筒最近的位置了 再往后面就过不去了 后面有铁皮板 因为看这样的超级建筑 就是要远距离的看啊 近距离看不清楚 这个大花筒很有意思吧 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大花筒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大花筒应该是在吉林省吉林市 去年的时候 后来我就留意了 发现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大花筒的建筑 非常有意思有特点 这边的话就不再往里面走了 因为这个上面那个最高的那个建筑 好像还在升级改造 我们走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看一下这面墙 全部都是福字 不同的书法写出来的福字 非常的有创意 现在我是站在大雄宝殿的走廊上面 站得高看得远 这个走廊是相当的高大 关键是站在这个地方凉爽啊 站在太阳光底下 现在谁都受不了 太热了 站在高处 环顾看一下这周围 然后我这里靠近那个泵布南站 就在这个方向 然后泵布东站的话 应该是在我的左后方 离这里都比较的近 站在这个位置 我们回头看一下 就是后面最高的那个建筑啊 还在升级装修当中 等它以后全部建好了 那个位置就是最高的 走我们开始原路返回了 七岩寺的整体建筑规模的话 确实是比较的大 而且它的颜色 整体上来讲非常的具有 叫什么皇家园林的感觉 因为朱元璋当年在这里 重修过嘛 所以说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出来了 看一下外面非常的开阔 泵布的七岩寺就拍到这里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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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